大家好 我是二叔托马斯 在上级《冥王神话》的视频中 二叔说了即将开始解说《天空战记》这部经典动画 在正式开始制作解说视频前 二叔想简单跟大家聊一聊这部动画片的一些背景故事 顺便也让大家重温一下经典的片头片尾曲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国内播放的版本 是由香港TVB引进并配音的抑制版 《天空战记》这个名字也是香港的翻译 实际这部动画的全名是《天空战记》修罗特 修罗特就是这部动画主角的名字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修罗王一平 但实际这个名字的翻译是错误的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邱亚人 但当时TVB翻译人员的水平有限 不知道修罗特的对应汉字 看到制作人是九里一平 干脆就直接将修罗特翻译成一平 而台湾配音的版本 按照音译翻译成修罗特 反而碰巧接近了动画的初始设定 制作方原本将主角取名为修罗 后改为日语同音的修罗 并增加了汉字人 人的迅读音是Hito 编剧只取了一个音节Toh 是因为日语经常出现音节坍缩现象 在后面的剧情讲解中 二叔考虑到一平这个名字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也就将错就错用这个名字吧 这部动画于1989年4月开始播放 一举获得当年动画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而制作这部动画的起因 还要提及另外一部经典动画 《魔神坛斗士》 这部动画片正是在1989年落下帷幕 《魔神坛斗士》的大获成功 让东京电视台眼红不已 也想在铠甲系动画市场分一杯羹 于是由东京电视台创通硬化 龙之子工作室联合制作的 这部天空战记横空出世 这部动画对印度教 佛教 汉学等元素进行了有机的整合 说起佛教密宗 可能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藏传佛教 但其实日本的佛教密宗并不是藏密或者印密 而是源于唐代汉传佛教的唐密 唐密在日本分别衍生出东密和台密 唐密至今一直影响着日本动漫界 《火影忍者》中的首印也是来自东密的首印 《星空战记》从一开始也显示出强烈的唐密色彩 第一季的片头背景就是曼陀罗图和唐密首印《日轮印》 而这部动画的主要编剧之一《小山高生》 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身份就是佛教唐密弟子 说了这么多这部动画的佛教背景 关于印度教和汉学背景 二叔会在后面的剧情解说视频中慢慢给大家讲解 这里就不多说了 下面我们说说这部动画经典的主题歌和片尾曲 相信很多人和二叔一样 为这两首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因为实在是太好听了 即使过了31年后的今天 二叔还是会时不时听听 不会觉得过时 当然 其实我们所熟知的这两首歌 是第一季片头曲《光之魂》和片尾曲《沙尘的迷途》 第二季的片头和片尾曲 我们当时在国内版是看不到的 那是因为内地版在播放第二季时 没有更换片头和片尾 所以内地观众都是在第一季的歌声中看完整部动画片 不过二叔觉得 第二季的歌曲比第一季要逊色很多 所以第二季的视频就不放出了 以后找机会再给大家看 说回第一季的两首歌曲 是日本动画歌曲中较为典型的 片头热血加片尾柔情势搭配风格 《光之魂》像一个阳刚硬朗的男生 《沙尘的迷途》是婉转悠扬的女生 其实两者都出自女歌手《清水笑豆子》之口 体现了歌手高超的唱功和神奇的嗓音 这两首歌都是献给主角一评的 歌词非常具有哲理 由于目前能找到的最高清资源 也只是720P的 二叔专门用AI修复软件 将片头片尾视频高清修复到1080P 希望大家观看愉快 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两首经典的歌曲吧 我们在下一期的剧情讲解视频中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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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運命 教える 星に導かれ 啊 心の Mazeを 彷徨い続ける 夢の旅人 啊 心の Maze